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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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 李宗盛さん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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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推薦我們的節目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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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妖 你有拍過 你變成中間拍張 謝謝超免賢出席我們的節目 是 這裏麻煩 好 看著這裏 行不行 是 這裏拍一張 ok 是 這裏拍一張 一 二 三 好 謝謝 精彩 精彩 裏拍一張 你能打手要救命 你 要等你打到你打 再 再 再 那個 你打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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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選一首 喂 我很迷你 那我就說完了 行了 那就行了 給麥克風 不要緊 要聽到你說話 好 等著 1 2 3 OK 我等你等了嗎 等一分鐘 好 大家熄了 熄了聲 1 2 3 3 3 4 4 7 5 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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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差不多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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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又走來說 別人說你共產黨搞什麼鬼 你覺得商界怎麼看呢 這個問題上 我想你說全世界都很關心 我還看熱烈 這些全世界關心的都是拜登 都遇過同堂 還有一個疫苗 對了 你問一下他們 現在所有連區的政治 全世界這麼多百人的地方 說回這件事 我就覺得 在國安法成立之後 泛民很多同事還是照著以往做事 可能不是那麼小心 我又沒有那麼用心看所有國安法的細節 有些細節你看到 什麼不支持特區政府 施政都是有問題的 另外的說法就是 你不需要立法會了 你立法會給得意見了 難道是立法會投反對票 不論是攬炒 攬炒這件事我是不同意的 就說有些很合理的 你可以投反對票 這樣都不行 因為你投身反對票 不支持特區行政政府施法 這樣就違反國安法 我覺得是個問題 但這幾位同事 這一兩位繼續不斷的拉布 當然拉布這件事 其實我們以市規則會容許的 但另外的效果 就是真的阻止了政府所有的事情 你拉布來會都開不到 無論在哪裏 放多些勞工價 那些市民想要的 反而商界 最好你這樣搞兩家 我搞到沒有了下文 我覺得可能泛民的議員 沒有留到這個分別 現在這些真真假假 我就不知道 如果真是說他DQ了那四位 其他泛民全部是總辭 就說不做呢 我都看特區政府在這一年來 都沒甚麼大議題 都是他疫症最重要 搞定疫症 還有那麼多 經濟一些是未搞得到 因為經濟一些是影響就業的 你的經濟不復甦 就業就沒得搞了 基層大眾一就業都出問題的話 你再講房屋 減一個月租 或者醫療 給了任何幫助都是次要的 所以我們現在大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問題上 很可惜政治上 政治問題今天香港 真是被北京或者很多市民 都放了去後一步的優先次序 就是疫症第一 跟著美國關係點 經濟點就不是那麼緊張 立法會做得甚麼 代不代表我們說話 或者被不被BQ 即是你說就算走了十幾二十個 都沒甚麼問題 第一我理解 立法會今年沒甚麼大事 他自己都說你那一年 可能通過財政預算案 你每個人都支持任何這種疫症 你出來撥錢幫助中小企也好 幫助打工仔也好 會有人反對嗎 那泛民在這裏 又辛苦 局處呢 要表達我們一向不合作的態度 多多少少要拉一下報問一下問題 其實他心中 投票都是投贊成票的 即今年我看幾樣 要處理的大事 那我當然不希望 整個議會全補泛民 他們開會不是很有空嗎 即是兩年半開會四點鐘就可以了 那時甚麼都三讀通過了 但重點我想 談的反為明年的九月份 選舉這件事 是否一定可以落實 現在建制很多人在說 如果到那個情況 那個時候 無論疫症怎樣 疫症就算好還是不好 都有個可能 因為攬炒派得到市民支持的話 就又再延遲的選舉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就真的覺得很擔心 即是四年變五年已經不妥了 如果五年 又再拖一年 拖到他們認為 即是北京認為是適合的時候 北京認為適合的時候 是否等於要贏了 還是因為法輪不可以有三十五家 這樣就叫適合的時候 如果要這樣做 就真是香港民主的選舉 或者代表立法會的角度 現在政府做得很差 其實你說明年的選舉 因為林鄭月娥上去北京說 要她給她延遲 因為她要符合基本法 不少過一年 本來就說延遲 她說甚麼 延遲即是無限期延遲 就不知怎樣 拿回不少一年回來 本來就沒有的 只是延遲 嘩 如果你只是延遲 告訴香港人 即是無限期延遲 即是有些人都覺得不太行 Emily 那時候我們的想法 就是向好那邊想的 就是說你9月6日可不可以延遲三個月 你以為疫情可以搞得怎樣 當然這個問題 又是兩邊提 你說今天香港的情況 我覺得香港疫情 我都要贊贊政府整體來說 算OK的 你說今天出來投票 我不覺得 今天投票有甚麼事 你說9月6日不搞 搞到今年12月6日去去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們 你剛才說得很對 就是因為保皇黨 他們自己怕 怕輸 因為他11月輸得那麼緊要 他是怕9月輸 要千方百計 就找些藉口 就說不要搞了 不要選擇了 那怎知道北京就說 好 延了 一說延 是無限期的延 Emily 這件事都可以兩邊說 你說北京就說要延遲 但是如果9月到現在 他已經說了明年9月就不能搞了 但是如果你說這幾個月 最少 我都是看報紙的 不知道拉布了多少十次 按鐘多少十次 浪費了多少個小時 這些就是正正 給了建制派那邊 有個告狀的機會 跟北京說 你看看 給他們搞 給他們哥哥做 全部給他們做 那四個都給他們做了 一開會就這樣搞 然後繼續在這裏搞 所以懷疑我們的疫情 又未解決 那不如 不如快快手 DQ他們 我懷疑這個角度說 亦都有可能的 裏面有些人可能說 不如讓你們做完 再選 不是 天天在這裏搞 怎搞得到明 不如 撤走了他們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問題 真的香港的社會 比較和諧 講到這點 我想我們一會兒 談到大一點的題目 就是美國的選舉 我覺得對香港我們自己發生的問題 中美關係 這方面 我們都可以表達我們的看法 我知道 但是你說在這裏 你說他要打仗 你說甚麼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一個沒得談的 很多人就說 我們去時候 在立法會是有得談的 現在是沒得談的 大家要討論 大家要討論 要妥協 當然有的 有個事務委會 當然有得談 不過你和我都不是坐在議會 你不知道 現在如果沒得談 大家就好像殺過仇人 這個我同意 這個但是建制和泛民的議員 搞到這樣 我相信我和你們兩個 當年都做過兩黨主席 真是沒問題的 以前我們有意見不同 都可以有計談 現在和政府無關 政府有些受害者 政府扔條法案出來 你們兩個人打架 搞到會這樣 你想想是不是 政府可能和泛民有計談 沒有 建制不肯和泛民有計談 這個我不知道 你說建制都不和泛民談 政府也無法談 兩邊都無法談 突然這些法案 泛民有些甚麼 就是想政府做 政府不做 你舉一兩個例子來聽聽 政府沒甚麼泛民有些 政府說不做 所以搞到這樣的僵閣 你們今天不可以出來談 一下就說拉布 一下就說禁鐘 現在他們最怕 就是會拿大灣區的選舉 那個來 這是重點 另外就是明日大嶼那個 他們也不喜歡 明日大嶼那個 他們也不喜歡 最少我也不喜歡 但是你們自由黨有些人很喜歡 也很抱緊 所以我講的情況就是 大家沒有溝通 就是無論是來於哪裏 而且你多數是有權的人出來 說要溝通的 現在不是有權的人出來說 不要溝通 沒有溝通 沒得溝通 北京沒有得溝通 特區政府沒有得溝通 保皇黨沒有得溝通 所以搞到現在這樣就死了 我覺得解決辦法就是北京在這裏看 北京在這裏看 你說當然他看建制派 就是自己人 泛民就不是 但是他會看到 如果那些泛民有些事做到 不是那麽離譜 那建制派去告狀 都告不入 現在都不用告狀 你天天這樣留會 所有的事都根本沒有做到 不是唯有意見表達了 我們投票作修訂 你根本拉布拉到會都開不了 北京就很容易就說 建制派對 這班人不行 不如炒掉他們 我剛才和你講就是大家不能談 詳明兒 不過不緊要了 你講講美國選舉 現在美國選舉怎麽影響我們香港 我一直在希望拜登贏 但老實說 我相信現在選舉結果出來 市民都有留意 特朗普這次選舉有7000萬票 他幾年前是6380萬票 即他一樣增加了600萬票 當然民主黨在那邊就從6600萬 一加加到7400萬就贏了400萬票 但我覺得作為香港的商界 或者作為中國人一份子都很擔心 事實上現在有美國人 可以有7000萬人去支持特朗普 要採取他的立場 現在不是採取共和黨的立場 現在特朗普在美國影響力大過他的共和黨 所以他所有參議院、眾議院 全部都不敢得罪特朗普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會擔心 現在根本被特朗普這幾年來 開口埋口 開口埋口 嘩 偷了科技的東西 整個美國就把中國人當作賊 我就希望 我就希望 而且我們都覺得拜登做了總統 這些東西他會收斂很多 整個選舉過程中 拜登從來沒有用過China Virus 也沒有從來說我們偷中國人 什麼都偷美國人 在貿易那邊他有意見 我希望是否拜登做了總統 可以去回奧巴馬那8年 有計談 有計談我覺得對香港 這個國際金融中心是最好的 你兩邊有計談 我中間才有生意做 才可以賺錢 如果你兩位在外面吵架 無論怎樣吵架 誰贏 我都覺得我們沒有人走下去 但是香港人除了你說做生意 當然是重要 大家有就業 但是大家都很緊張 他的自由 他的人身安全 因為現在香港好像變成了 警察城市那樣 很多天都 天天都人心惶惶 不是拉這個 鎖那個 大家很擔心 當然是否美國政府會這麼幫我們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就不是說 只是想說 你有辦法談 你去做一下生意 我相信對很多香港人 就不太行 這是另外一個觀點 也都對的 可能現在香港人為了疫症 失業率 有這麼多航空公司倒閉 都是想著 疫症和經濟線 就沒有想到政治那邊 現在不同意的 政治那邊 香港就沒有運行的了 你說再循序漸進 到2047的立法會 去增加選民 或者行政長官那個 千二人的方案再講 再改 多些人參與 我絕對不樂觀 我覺得現在這樣選下去 就是這樣了 為什麼呢 現在連這樣選下去 北京都怕泛民有35家 35家是理性的議員 就說你們開口埋口 35家之後我就攬炒 所以現在中方的文章 你離開它 現在不再叫泛民做泛民 或者民主派那些 開口埋口就叫做攬炒派 抖了頂就沒有了 你都幾難搞 尤其是他又想給大灣區住的人 有得投票 是嗎 所以你說這一年沒有事要做 這件事其實幾爭議性的 你說如果那些議員 離開了 他可能一天三讀通過 我這個大灣區投票 是呀 那想要怎樣 問問問都沒得問 所以就真是好 我現在就不是自由黨 就不是我選擇 如果我選擇 你有影響力的 不是呀 都幾難的 譬如這一件事 大灣區有投票權 我自己個人想想 好像有些問題 為甚麼呢 因為在裡面那個投票權 你香港找人去那裏 去做那些投票站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法理根據去點票呢 有投訴 你跟誰投訴呢 是呀 那還有一條轉頭 今次我都跟很多美國朋友談 嘩 他們那個所謂mail ballot 游遞呀 可以說幾千萬票 而幾千萬票呢 是在說 遲五日六日七日去抵交 我都問他們 咦 那這個方法 為甚麼令你美國不出事呀 他出甚麼事呀 喂 做了很多年 是呀 但他說沒有出事 但讓我第一件事想到 用回香港呀 或者內地的運作 喂 我給你一些好處 你過票就給我咯 你根本那張選票是你的 你空白給我 我和你 和你錢 交入去又行 你美國這麼多小的鎮 那些小的鎮 那些鎮這裏幾百人 那裏幾百人 即不要說用到買票真是給錢 我真的拿好意 現在他那裏幾千萬票 雖然難怪特朗普如果輸了 那一條氣就很不順 但他從來沒有說過美國人買票 但反過來 比我擔心的 如果是深圳 是可以這樣做 又有人買票 我覺得 我們中國人好像 這些都是 喂 不是 時常都見的 以前我和你去新拜東 那些鄉市那些票 即是很早年那時候 即是二千年那些 那些 可能被人拘捕 那裏面是這樣做的話 我就不知道 政府有什麽確保的方法 我們在裏面給你們投票 是否投票真是香港的官員進去看 香港官員可以監管 那張東西真是 好像我們香港用身份證看完 又不可以買 又不是真的郵遞 他在裏面准投票 要在裏面個人去投票贊鬥 就不是裏面可以用 是這樣的方法 那當然要看政府 具體的方案出來 是什麽才說 那就是 那個政制局局長在立法會 還說錯話 又說那些廉署可以進去調查那些事 你講一下 當然不行 又不讀書 大家都覺得真是很丟架 政府立即否認了 不是他否認 他走了之後 他的局要出來否認 因為你無端端說廉署有權調查 廉署都要吵你了 我什麽時候有權去大陸調查 那怎麽搞呢 好像你自由黨很支持這個草案 自由黨是為了對著泛民你們那邊 被稱為所謂攬炒派 那如果走了你們就反對 我不會的 可能我們自由黨你們走了 我們會不出來帶市民講話 那下次不如選去投自由黨 最少有個議員可以當你出聲 真是很大件事 其實你覺得自由黨現在的表現如何 你自己是覺得在議會 現在他們真是很難做 你不歸邊又不行 歸邊難道跟你一起去搞攬炒事嗎 你不知你們那邊幫不下手 以前我和你聊的 有些合情合理些 就盡量幫一下手 你現在又是去拉布 你以為自由黨的四位很過癮嗎 又要每個和你坐在那裏 一早在裏又要和你點票 其實那些人就是說 他為什麽說要留會 要打什麽鐘 他説你是議員 你坐在坐定定在裏 又沒有事的 你又不肯坐在裏 但這個一向就是泛民的爭執 說你們有40人 有什麽你就不要生 坐在那裏 是吧 那你們那些十幾個 那做議員來做什麽 一個都不是 自己都走過去 這也不合理 因為正正是大家攬炒的情況 但我說回一個大題 我覺得大題目 如果拜登上場 真是中美的關係會和諧 第一件事我覺得是美國 不是在說美領事 美國的商界 會容易做很多 他們在香港覺得生意那邊 是有得做的 這件事改善了 就會帶到其他兩個領事 或者說政治問題 就可以帶出來有辦法談 現在特朗普和中國搞到 開片的惡劣情況 大家坐下來都不能談 你都聽到那個說法 現在美領事來香港 找我們正當的人聊天 要得到北京同意才可以 是不是 以前怎麽有這樣的事 真是很靈活的 所以說希望這些事情和諧了 我們作為中間人 自由度一向都是這樣 就是作為中間人 可以和諧一些 有機談不是代表拜登 不會封殺中國 但一樣樣的事情 我們5G 華為 最少我們在歐洲的生意 美國是不是有踩著腳下來 說你不想跟中國做生意 一光顧他 我又封殺你 我希望拜登做總統 對不起 我希望 我覺得不會發生 你覺得會發生 不會發生 即是未來幾年 比起以往那4年 一定會磨骸很多 好了 磨骸很多 對中國有利的方面 我會覺得今天很多科技 或者金融 都未能追上美國 要給中國5年10年 不用15年 怎麽都拉近些的距離 我就不是說拉近距離 跟你開片 但拉近距離 我自己有了信心 我就覺得任何領導都是 當我有信心 譬如我有信心 我自由度不出事 我就放些權害等你們做 你做民主黨 如果你自己很害怕 哇 下面的議員做什麽做什麽 你都常常盯著他 現在美國就是這樣的情形 這個希望有個前期 其實在眾議院和參議院 兩黨有一件事 大家可以同意的 就是對中國 所以是否兩個黨 在國會會這麽支持總統 是有一些比較溫和的政策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香港呢 除了你做生意 我們是沒有反對做生意的 但是我們都希望保護回 我們核心價值 講核心價值 有一件事 詛民想問一下你 因為剛才你都講到經濟 大家都不想 很多人失業 各樣東西 很多倒閉 很多那些破產 最近那個中華廠商會的行政總裁 楊立門 他近時是公關 他經常出來說話 我看到他有一次說 他也是很擔心 就是說經濟會很差 很多倒閉失業 他經常覺得要開關 不可以封關 要開關 有些人流離 各樣東西 他說如果要這樣做 就一定要搞這個健康 他說你們這些香港人 有些就經常緊張你的私隱 緊張你的自由 各樣東西 他如果你這麼緊張 就沒有了 他好像說到 就是要把我們的私隱 我們的自由 各樣東西 跟那個經濟去對立的 就是你一天有這個 一天有那個 我覺得香港人 大家當然想經濟好 但是沒有理由 我奉獻我的私隱自由 給你 因為如果你要健康碼 我想有很多層次 要不然他把你的DNA 把你其他東西放進去 大數據 你在哪裡 田北俊 立刻追蹤到你 這樣不行 你理解 是不是香港人要這樣 放棄那些東西 才能換到這個經濟繁榮呢 楊立門 Raymond 唱歌很厲害的 他一唱歌我就給心機聽了 但是你說他剛才說這些論調 你別說我不聽 但是那個健康碼 我也不是很具體 知道在說什麼 但是我就覺得 侵犯什麼人權 私隱 我又覺得是不是 健康碼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今時今日 我有沒有COVID-19 前幾天我凍青 哇 我馬上去見什麼 現線 有多少東西 這些是否都公開的 譬如我名叫田北俊 我身分證的號碼 驗了我 有還是沒有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麼私隱 我是很害怕他知道 現在他不知道 我認為我在馬來醫院驗完 他什麼都知道我了 所以羅納月陽 立門在說很多事情 令市民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他講什麼 健康碼行得通 不只是對我們經濟 不只是對我們經濟 我覺得對我們市民 也有方便 你隨時去探親 想去深圳 普通市民 很多都想 不只是那些闊老想去新加坡 讓他玩幾天 普通說大眾都溫到暈在那裡 知不知說玩這件事 都希望有健康碼 那如果健康碼行得通 我覺得應該做的 但現在的問題 Emily我們不要經常都以為 我們香港很升很麻煩 我的理解 現在整個健康碼 包括林鄭這次想去為香港爭取 是別人看我們不起 是北京和內地 認為你們香港人有困 你們每天有幾個確診 雖然不是本地 對他們離港中 才有五宗六宗 香港的確診 是他在歧視著我們 不是說我們歧視 他那裡才是 裡面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香港沒有 確診的個案 廣告率率很低 包括外地回來的那些 你不要跟我談 你不要跟我開關 就累死我 所以我商界的朋友 有些特別的症 因為上市公司 可以上上海北京 他現在去到兩次 你給我不用找十四 我也免得了 進去前 跟著他們緊 當作二等公民 即是健康那邊 二等公民那邊很沒面 現在這樣搞法 現在我就認為 我們香港的疫情做得不錯 但原來內地的看法 不只是沽原內地的市民的看法 認為我們做得一般 所以還有這麼多個案 這是大問題 即是你說 如果我們封閉得像內地那樣 外國的機器 全部英國、美國 那些城市全部封了 我覺得對我們整體的經濟 不要說復甦 經濟先捱著 都不用再捱了 所以變成這個政府是兩難 只有這樣一開著才看是怎樣 我相信你要去了解多些 這個健康碼了 Jimmy 因為其實看他選擇 放多少東西下去 這個當然是一個政策來的 可以放很少的 我們要求的 所以政府 無謂的東西放進去幹什麼 比起黎陽立門來說 政府是明白市民的憂慮多很多 所以甚至他們 張建忠也很講到 你的健康碼 就只是說你有沒有事 就像你所說 最基本的東西 不過你一過了關 你就要用廣州 廣東那邊的馬 那個馬就什麼都放進去 你的DNA 所有東西 還有它是可以追蹤你所有的行蹤 現在在內地 絕大部分的人 就是受監控也好 香港人當然不用了 這個有得談的 我抱 就是希望 我進來深圳 我只去深圳 我又不會去上海 那個人知道你什麼 你說他都很害怕你 他都要監控不住你 如果他不相信我 你就去那裡 我就只查這麼多東西 你回來14天 對不起不是14天 你今次再來香港 香港也要 不用你隔離14天才是 現在要了 你兩邊都沒有人去的 你去有14天 回來有14天 現在這樣做 經濟當然是很出問題 但我想市民的方面也會出問題 當然是 所以就是很煩 另外他就說 叫我們融入這個大灣區 你是不是很歡迎 我們香港融入了大灣區 融入大灣區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看法 就是如果大灣區 不是用回我們的法治 或者至少商界角度說 我們的合約精神 就是普通法那個 是換了個名字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理解他們在做這件事 因為如果不是 你不就等於深圳 你怎樣做 他們想做些事情 但大灣區和香港 仍然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我們香港有港幣 我們香港有特區護照 好了 如果你說大灣區 只是靠內地的人進去 那會搞你做甚麼 那根本不用搞到大灣區 那一定要我們香港人過去 我們香港人過去 和外國人 跟我們進去大灣區 那個法律的條文 那些保障 包括商界也好 你剛才說的警察 人權 有一個全面的說法 到現在都未有 所以每個人都說官網 他硬件起好了 大廈了 軟件到底是怎樣實施呢 我當然希望他寬鬆我便 如果沒有誘因 你哄不到那麼多人來 人家想想又怕 香港人又不去 我的人又不去 但問題呢 我的理解是未拍完 你真是想他拘留香港的法律 在大灣區那裏行駛 他是在說的 他甚至在說裡面的銀行 九更一的香港法律 不是 香港法律 我說錯了一個意思 可能是香港法律的概念 等於我們有個金管局 是吧 如果在大灣區的銀行 用甚麼制度管它先 他未必用到你的金管局所有的條例 但我看你用我們國際銀行的金管局 那些做法又似了一些 你也聽到最近的新聞 你們泛民經常很質疑北京的事情 你看到螞蟻上不到市 你都已經知道是甚麼故事了 就是說我監管不捉我 嘩如果你這樣搞 整個螞蟻可以等於眾籌 市民就隨時出大市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 很多的監管制度 他們都知道甚麼應該管 甚麼不應該管 其實你不用說到那麼闊 你講到很多窄 小一點 一件事過到那裏 拿著電話出來 上個電腦 甚麼都沒得看 除非你翻牆 所以我都問一下林明偉 我說有沒有得搞 因為尤其是很多年輕人去 那些年輕人最想可以上個社交媒體 我問有沒有得搞 他說沒有 他就覺得沒得搞 只是那麼少 都沒有 你剛才說一個社交媒體搞 就不是香港人搞了 就是整個國家 整個地區要開放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改革 這件事你是急不了的 急不了 但你都明白在內地的年輕人的生活 覺得他們方便 亦都覺得他們舒適 亦都覺得他們的爸爸那一代 是有那麼多 他們很接受的 我們就說 現在我用著這個人在大陸 一出街一早上起來 其實已經知道你從哪裏買早餐 哪裏坐的士 或者巴士 哪裏上班 和哪裏吃飯 都知道的 但是他們又不覺得 私隱對他們來說 是這麼大的問題 因為他們不搞政治 不搞政治 他們就不理 有時候你不搞政治 政治搞你 政治又是十三億人 他哪裏這麼有空 來搞你實在是人 如果你不在這裏搞 他根本就不會出來拘捕他們 所以我理解裏面的市民 是很happy的 所以這次美國大選 都有很多美國人在這裏 關心這個問題 嘩 你這個獨裁政府在大陸很不行 人民怎頂得你相信 結果做到一個民調 是美國在裏面做的 喂大件事 原來支持習主席 成百成人那麽多 那真顏 是呀 你特朗普很厲害 不是一半人左右 當然你可以說 在大陸有很多信息 我們是不知的 當然沒有 他有些信息給你 就是你適合聽的那些信 你不想的 市民是開心的 在裏面 他比美國人開心 比香港人開心 那真是慘了 但是我們香港人 一定是很不開心 現在我們香港 就 就希望是可以盡快 但是市民可以復甦一點 現在這六個人 我也很擔心 前幾個禮拜 即可以六個人 之後 由Halloween之後 希望未來兩個禮拜 的數字又不升 一升又要減人數 如果不升 我們繼續可以維持六個人 或者到八個人 聚在一起 希望聖誕和中國新年 旺盛一點 讓那些中小企也好 那些打工仔也好 怎麼都有回份工 儲蓄了這麼多 是否便宜了 存回多少錢呢 希望捱到明年一月才說 唉 真的捱不捱在這 多謝你 多謝多謝 多謝 多謝拜拜 好 有沒有問題 是 大聲點 田三你之前接受訪問的 曾經說 議員是有反效果的 但是這次的DK 你覺得社會上 有些甚麼反效果呢 以前我都說 跟今天有些不同 因為國安法有了之後 沒有追溯期那件事 就很多建制派 包括商界都跟北京說了很多 真是不可以有追溯期 即是說以前做的事情就算數了 但是最近那個說法 就是為了在立法會 不斷的拉布 又要找多幾個DQ 謠言就是說 不是DQ了十幾個 就是這四個 一向都不應該讓你選 然後讓你做下去 你還是不懂做 不如又來殺了你那四個DQ一下 如果這樣做 報紙都賣光了 泛民已經說了 你那四個我全部走 我就覺得這些理想的情況 是很不理想的 即是我帶你 你帶我 你都是DQ我 你DQ我 都是我全部走 北京說你走不走 你平時都沒有什麼建設性的了 建設你只有十幾個人 你走了 那是否只有北京肯讓我們明年選過呢 不用那麼害怕 如果不想那麼害怕 再選過 就希望他們全都會選進去 但全都會選進去 但選進去 我想那個細詞 就會改變了 甚至你說拉布 那些情況 是合理的 那些情況做 就是你無緣無故白痴一下 就拉布 跟著吃 點名的那個 自己都走了 人家都好像很奇怪 以前我們點名 就是我有話說 沒有人聽我說 我說 點名的那個人聽我說 那兩個點完 我自己都走了 在邏輯上 這個是有個問題的 你們希望聯邦曾經去信一手 和要求部立調查七二一八三一 那你有何所謂有回覆 有 有 有回覆的 那些回覆就等於報紙全見了 那些 長篇大論 總之就是沒事了 現在政府也都不再在那個 七二一 或者八三一 那麼注重 因為為了疫情那個問題 接著又為了經濟的問題 那麼這個 歷史將來遲早都會看出來的 這兩樣東西到底是 政府的版本是怎樣呢 政府的版本都沒有全部出來的 只不過現在沒有人有空去問 那就暫時無了限 我想看看她今次的施政報告 壓遲了一個月 到底為我們香港人爭取做些甚麼 我想香港人都很實際的 你那時政報告明明要做不做 就說又去見領導 即是不要說開一系列的條件 開一系列的期望他會做的 這麼多東西我想要的 這個所謂通關的問題分明已經沒有了 還有些甚麼裡面是答應做了的 我們就看看 譬如我們這些年輕人去大灣區做事 你裡面有6000多元的工資 那些東西又不是真的便宜成這樣 那我怎會來做呢 那你有甚麼跟我們爭取得到 我們香港的年輕人去做事不用付稅 那你不付稅,裡面的人會不會發聲 又沒有我香港進去的時候 又給一些居馬廢津貼我 津貼我的房子可以不可以 那大家看看特首到底爭取到甚麼 如果他回來說,先進報告 甚麼都爭取不到的 那我看完了,將來就算他想做 都不用做了 有沒有其他問題 你也想問一下,剛才你都說到 你都很驚訝,今次特朗普的得票都有7000萬 還有現在,其實那個選舉結果 都還未受到美國邊方的承認 現在特朗普都打算發起法律戰 我雖然六幾年代在美國讀過大學 又住過一段時間 都是跟我們做生意、聊天的那些 那我又不是法律界人次 應該是答你不到的 但如果你問我去說,我是純粹斷估的 是做不到的 一共和黨,一個這麼大的黨 不是給特朗普一個人玩完 是嗎?你調戲不相信,打到一盡 幾乎上數的那些人 一天就被法庭搏下來 即是看都不用看 一天就下來叫你走 沒有這些事情的 或者你真的跟我告 哇,這裡有十多月人死了 為甚麼要投票的 但你輸了幾萬票的 法官問你,你記票有沒有分別呢 所以到目前為止,幾個個案 馬上扔出來 就根本是覺得他是無法告人的 但你去告美國的社會是可以告人的 但很快告人的 所以我覺得他搞輪猛的 就是做不到的 所以拜登現在已經在做政府了 而全世界已經當特朗普走開了 當跟拜登有些甚麼談 希望我進回世衛 氣候那個人也希望我進回去 伊朗條約也好 當然希望跟中國關係 順帶就算不是真的改得很好 最少不要現在繼續開片 開口、埋口、自主我們中國人 另外想問一下 其實今天也有最新的制裁 四位香港和北京官員的名單出來了 都是針對有關國安法執行的一些官員 其實你怎麽看就算拜登上場之後 特朗普政府時代的一些 例如說香港關係法 這些自由與民主法案的這些法案 或者是對港的一些政策 會不會有甚麼轉變 我覺得會 因為美國的總統事實上 每個人都很害怕他 他是民主產生得來真的很大權力 他以民主為力量 就等於全世界 即使特朗普輸了 他都說7000萬要支持我 你以為那些全部錯了嗎 所以拜登做都是 喂 有時間搞的 我有7400萬 你也有7000萬 到底是不是我的東西真的適合你 所以都要在美國 都要妥協 妥協得來之下 封殺我們香港一系列的人事 我覺得暫時解不了話題 但你說搞得一年半年 你說過十幾位官員 中美貿易那裡的關係搞了很多 話說那些領事館 Houston那位也好 武漢那位也好 可能你要開我的領事館 我開你的領事館 那些一步步 我覺得的機會是很大 我覺得 等拜登做了四年來 我認為現在這些 是全部不再存在 OK 好 多謝了 Jimmy 好 多謝 多謝 先喝醉水 還有聲音 我好聲一點 不會 隨便那個麥克風 對 我要隨便 我去宴國是凍傷的 凍傷的 不是 不過你要保重 小心點 今天又不是那麼凍 對 再到旁邊 請簽雞 請 스트�an 退 進